虽然今年农历新年没有社交聚会人数限制 大家可以互相拜访 还是有更多的国人选择使用电子红包来拜年 本地三家银行发现除夕和初一的电子红包使用率都出现增长 红包的金额同比增加一到四成 来看记者黄康伟的报道 新展银行指出在除夕和初一使用QR码红包卡的用户比去年同期增加三成 充值的金额达500万元同比增加四成 银行今年也推出新的服务简化领取QR码红包卡的程序 其实在2021年我们推出这个click and deliver service 就是让顾客在网上预定他们的QR卡 我们会直接把卡寄去他们家门口 这一次我们把这个服务推进我们的DigiBot里 简化顾客所预定的步骤 让他们能够更快地预定他们的QR卡 大华银行说电子红包的金额同比增加一成 交易量则保持平稳 这期间经常转账的数额是100元 在今年的农历新年里 我们让客户使用电子红包时 选择许多不同兔子设计的背景图案 也可以让他们克制他们的新年赫持 送给他们的亲戚朋友 这样以数码的方式向他们的亲戚朋友拜年 华侨银行指出这期间的交易量和金额 和日均相比翻倍增长 并预计今年农历新年期间 电子红包数量将同比增加至少两成 今年我们推出新的功能 电子红包有预定的数额 让我们的客户选择8块 18块 28块 等等的数额 他们不需要像之前 亲自一个一个地输入这些数额 可以帮我们的客户带来很大的方便 受访公众表示今年可以亲自拜年 因此倾向于派发实体红包 但会在特定的时候使用电子红包 电子红包因为数目有点大 或者给亲戚朋友的话 放不进红包 所以给电子红包 比较有意义 说到红包的时候红红的 很有喜气洋洋的感觉 本地三家银行表示 他们以更环保的方式来印刷这些红包风 接下来也会陆续在分行放置红包回收箱 公众在8万年后 能够将红包风放入回收箱 来为环保尽一份力 新传媒新闻记者 王康伟报道 大享 地址 大享 小为 第 中文字幕——YK